欢迎再度收看财经火线论坛 我是林欣 邀请大家一起来为台湾打拼经济创造未来 首先先介绍 今天来到火线 跟我们一起参与论坛的来宾 第一位是前财政部部长 是现任的政交所董事长李苏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前保险司司长 现任的凯基证券董事长魏宝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淡江大学财经系的教授聂建中 主持人来一边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场跟为大家邀请到了 六位来自大学的优秀学生 一起参与讨论 分别是来自台北大学 以及淡江大学证券研究社的同学 在进入我们之前 大家先来看一段BCR 2013年全球股市表现不一 表现最好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阿联酋DFM综合股票指数 全联累计上涨107.69% 排名第二的哲氏阿根廷指数 全联累计上涨88.87% 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以开发国家指数 则不断写下新高 发展中国家和新鲜市场国家股票市场 普遍不理想 集团四国中只有印度股市上涨 但涨幅也只有8.82%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就曾经说过 股市就像让主人牵着去散步的狗 而主人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狗有时冲太快 有时落在主人后头 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主人身边 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 全球陷入不景气 各国政府使出全力救经济 不论是货币宽松或是财政尊洁 都是希望尽快摆脱衰退阴霾 股市先行 指数不断创下新高 景气春宴是否就快飞来 大家都在期待景气春宴飞来 我们如果从全球一个预测指数来看到 这是IFO德国研究院 他们所看我们看在去年 我们看黄色的部分跟蓝色的部分 比较高的部分 就是在今年大家预测第一季的气候指数 基本上都是比较看好 今年会比去年还好 表现都比较好 但是民众感觉到的是 台湾的经济好像还是没有起来 好像全球都在复苏了 但是台湾好像在一个低谷 在这边徘徊 一直没有办法再摆脱低谷的疫苗 我想先请教一下李董事长 你怎么看台湾的景气 为什么到了这么久了 还没有复苏的迹象了 我想每个人都期待我们的经济更好 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 政府如何去运作 把整个景气的经济环境带好 这也是非常重要 根据过去一年很多的指标 基本上都是在进步之中 就拿我们证券市场来讲 IPO发行的公司 上市的32家 上柜的将近20家 所以这个加速增加 加速增加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筹集的资金 比前年大幅的增加 各种筹资的方法 大概有6000多亿 比前年4000多亿 增加了将近三成多 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从证券市场而言 我们的上市公司 或是新上市的公司 对未来有期待 所以它必须筹集资金 来扩大经营 增加就业 它就会带动后续的经济成长 所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经济已经逐渐的好转 可是民众还是没有很深切的感受 那这是一定的没有错 民众所感受的是自己贴身的事情 对 因为像我们才刚发布的 实质薪资所得 我们的薪资是上涨的 可是扣掉物价膨胀之后 其实实质薪资所得是倒退的 这是没有错 因为我个人我也是老百姓 我今天从老百姓的角度看 大家看有些物下涨 有些东西每天报纸报道 这个汽油 瓦斯 这很贴身的没有错 但是一个经济 我们要看个体也要看总体 刚才我跟各位报告的 从资本市场几个指标来看 经济它是趋向稳定 趋向更好的发展 刚才薇西亚里也提到了 从国际经济的情势来看 也都回春 也都回稳 所以经济它是有高有低 它有不好的时候 当然要转回来 怎么转 转得快 这个是大家所期待的 我们都希望脚步可以再快一点 魏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这是台湾历年的股价指数跟GDP的比 大家知道其实股价会领先 它是领先指标 一般从过去来看的话 大概股市上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GDP就会起来 可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脱钩的现象 是越来越严重了 就是股市是起来了 就如刚刚李董事长所讲的 其实我们股市是活络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GDP还是没有起来 这一段呢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又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 我觉得整体来看应该这个趋势 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偏离 因为比如说像今年的1月2月 可能放假农历年的这种因素 不过如果从我们证券商的立场来看 这个股市的动能 从发行市场交易市场 是越来越明显的 那也股市本来就是经济的橱窗 当然大家对这个市场 还需要更有信心 我想这个市场的信心是很重要 可是台湾民众现在最没有的 就是信心 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证券商 是应该要不断的去介绍这个市场 更好的一些上市公司 然后让投资人更了解它 越了解看到它的前景了 自然这个钱就会到股市里头来 那股价自然就会反映出来 是 所以基本还是在企业的价值 是 我想请教一下聂教授 您看过如果说从国际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景气跟股市脱购的现象 不单只有台湾 国际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还是国际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呢 好 那您刚才我刚刚看那个VCR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埃斯托兰你不是脱了一只狗吗 它一下往前一下往后 那是学理里面所称的叫random walk 就会回归君子 那你讲脱钩是时而脱钩时而又回归君子 但我们脱钩很久 那我倒觉得不至于 那当你刚刚讲到说股市是经济的领先指标 我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这跟经济学学的不大一样 没有 经济学里面 我们甚至教学生做研究 是做两者之互动因果关系 那我们也做过 很多学生做过股市 不管哪一个国家也做 只要股市和景气的这个因果关系 我认为景气其实反而是股市的 这个前期指标 因为很多的人民的信心 是看景气的好坏 当然这景气它是用预期 它未来景气的好坏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英国是谁领先 谁落后的问题了 因为这两者东西 它的幕后变数差太大了 因为景气的幕后变数有很多 包括国家的货币攻击 还有国家的政策 以及国际的氛围 但股市又不一样 股市就是一个景气的好坏 甚至一个油资在市场中的资金 以及政府政策做得好与坏 比如我们现在政教所 规产做了非常多 创造我们资本活络的一些动人的政策 我觉得这就是股市的好坏 所以产生了说 好 我们有些人才 把我们的股市的资本活络度打起来了 可是这个经济氛围 在整个全球的阴霾 虽然稍微退去 但是还没有办法马上回来 因为这就是B-City Cycle 刚刚所讲的就是景气循环 对 景气循环 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那么快可以看到 好转的一个情况 同学这边是不是有问题要请教 想请问一下李董事长 就是有关 那做中长线为主的投资人 他们现在进场淘汰股市是否恰当 在资本市场里面 证券市场里面 长期持有赚股息 短期买卖赚差价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投资者 不管是个人或是机构投资者 你要本于你自己的财务能力 风控的能力 对市场资讯的了解做一些安排 所以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做长线啊 但是每个人也可以做短线啊 但是凭什么做决定呢 他对市场的了解 那市场又分好两个基本的东西 一个是外在的市场的消息 更重要是核心的基本面 所以你要看那个公司本身 他的财务 他的经营 他的行销 他的公司治理好不好 这个好是优质的 那优质的你要长期的持有 来赚年底的股息红利 还是短期买卖赚你的差价 那完全看你个人 理财Portfolio的一些安排 是 薛同学呢 我想问一下魏董事长 关于台币调扁的部分 是否会让外资趁机进来做套费的部分 那这个决策是否是正确 会不会为台湾的经济 带来更严重的冲击 我们政府对于外汇啊 是希望它维持一定的稳定 那当然对外汇影响最多的 可能就是外资了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开放外资 投资股市有20多年的时间了 那这个外资占股市的 不管是市值和交易量 是持续稳定的在增加 所以至少以投资股市的这个外资来讲 大部分都是长期性的资金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在成长 那这个对我们整个股市啊 对经济啊 是有稳定的作用 我个人觉得就是在 目前台湾发 就是中国发行保岛债 对 然后加上踢股的影响 这样的话会不会让台币 就是转到别的国家去 反而还打压了台湾的企业 我想不管是 就是刚刚你讲的保岛债那是在台湾发行的人民币的债券 那两岸开放了这个人民币和台湾这个外汇的这个交易之后啊 有结算交割的机制建立之后 我们就有很多外币 人民币的存款在台湾 好 那这个存款 我们需要有一些投资 或者有其他的运用 那在这种氛围之下 我们推动了所谓的保岛债 就好像香港的点心债一样 那这个钱当然是人民币来吸收来买了之后啊 这个保岛债当然是为这个发行人去发展他大陆的一些业务的扩充 所以这个钱应该是直接回流到大陆市场去 所以这也就是大家在开放有进有出 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至于说您刚刚讲的F股 那个是国外的企业 我想这个是这一两年啊 F股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 在那市值现在有3%这样子的一个重量 那他们是国外的一些企业 当然这里面不乏有大陆来的公司企业 他来台湾 如果这公司是当然是好的公司 我们才把他引接进来 供给国内的投资人来参与他的经营 享受他经营的结果 所以我想这个对外汇啊 这个的影响 我觉得是应该是蛮稳定的 那当然最终的时候 是要对台湾的经济有所发展 其实证交所这边 其实也不断在鼓励海外的企业回台 那或者说现在大家在推 人民币相关的商品 包括刚刚同学提到的保导债 或是说我们要回台湾发行踢股 然后再加上其实有些金融业者 其实还蛮多都在发行 人民币相关的基金 人民币的存款 那我们现在最新的数字是 其实在台湾的人民币 已经是创了一个新高的一个情况 那人民币最近又扁 其实就民众来讲的话 他其实去年一整年来说 投资的那些所谓的利差 赚到的部分 几乎被这一次汇贬 整个都损失掉了 这一块李董市长 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想基本上很多事情看的角度 你只看一个点还是看一个面 今天市场就资金的市场 它有进有出 刚才主持人也好 或是刚才几位来宾也提到 我们外资就是其他国家的资金 因为投资我们的股市 目前到台湾有多少 将近九兆的资金 它为什么来 因为有利可图 同样的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出去呢 因为也是有利可图才要出去 所以有来有往才是国际化的一个结果 所以并不能只看到我这钱出去 就说它不好 我想这个是不对的 只要看它的出去 对它的整体发展 对企业的发展 对它所影响的产业链的发展 是不是一个综合性的效果 假定有的话 对我们国家是好事一桩 所以我们不能单看哪一家公司 资金出去了说它不好 反过来讲 资金进来到我们这边 是不是更好呢 所以要看总体 就国家的高度来看 它是看整体的 所以我们今天谈 我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我们引进外资进来 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 它需要出去打拼 或是外国的企业 需要我们这边跟它做合作 所以我们的钱出去 同样的外国厂商 到我们这边来 它跟我们这边合作 它钱会进来 所以一个国际的市场 资金是自由流动的 它是基于它业务的发展 但是一个前提 我这个市场要很稳定 资讯要很透明 监理机制要很公正 那这样这个游戏规则之下 资金的进进出出 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只要对国家的发展有帮助 我想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是 黎教授你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是的 刚刚李董事长讲得很清楚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是叫国际化 其实现在全世界在拼 国家的竞争实力的时候 国际化和自由化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第二次政党轮替之后 当时的那个 刚开始的那个金融会主委 就提了一个所谓的 我们亚太金融中心 不过时隔已经六年了 我记得那时候提了三个中心 一个是筹资中心 一个就是所谓的资产管理中心 一个是金融服务中心 我们拿香港和新加坡来跟我们比拟 你会不会发觉 我们现在的方塞子 原小于另外两个 所谓的金融市场活络的地方 那我们最重要就是要 活络我们的金融市场 所以你看政交所 现在所做的很多动作 就是要活络我们的资本市场 不管你是海外之前用的TDR 或者一些F股股 T股 我觉得这些都是 当然刚刚讲到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 保导债的这个中心是 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可以谈 你看银行吸收了多少的 一千多一千 两千亿的所谓人民币 它现在你有一个去化的管道 回流机制 其实去年大家都很担忧的 但当然也预估将来会有 非常多的人民币的 这个多元化商品会出现 那当然今天1月29号 我们也拍板 已经销定了我们的OBU系 这个海外的境外的这个 这个金融集系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人民币的这个 境外人士的业务 这时候会带我们一些去化管道 就会出现 那保导债其实也一曲同工之妙 那么也让这个 它所产生的周边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不管是我们这里人民币 活络我们资本市场 或者包括在它有一些回流的机制 以及所带动我们在这边 本土里面训练到的我们的人才 或者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的 更完善更多元 让国际人士更看到我们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利多 是 我刚刚讲的外汇 我也想能不能加一点 因为我觉得外汇这个东西 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台湾实际上 处于一个岛屿国家 我们在国际竞争力拼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还有对岸的一些 以前的一些压力 那你看我们的最大的贸易竞争国 只是竞争对国就是韩国 以前它贬值我们跟着贬 可是它现在我们贬一样 我们已经赢不了它 因为它FTA已经全世界签了 现在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还不错 还有很足够的外汇存抵 其实在央行的操作中 其实还是蛮稳健的 但是你要知道QE在收手了 真的从去年 真正开始动作 从今年就开始 1100收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贬也难 当然你刚刚用了一个字叫调贬 对不对 调贬和自动的市场的 这个所谓的贬值是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 我们政府的观点 我觉得多少都还蛮智慧的 他们在调次的时候 都是在控制 不会有很大的structure break 就是节目性变化 但是在我们的稳定 我们的整个进出口机制 不会出问题状况之下去做的 所以适当的调有时候 是有它的必要 而且贬值对我们的进出口场 是有帮助的 不是每一个民众 每一个观众都有投资在股市 所以不管股市涨多少 我进到荷包里面的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实质的钱 有没有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从活络股市到 刺激实质的薪资的成长 跟经济的成长 到底还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探讨 欢迎回到财经火线论坛节目现场 我想不管是金管会或是证交所 大家要谈的都是要活络股市 那活络股市最重要 就是要扩大成交量 但是扩大成交量 其实应该是说 产业一个正向循环的结果 而不是目的 但是像我们看起来 好像都是热钱资金进来 把整个的市场给堆积起来 它就像是一个金钱游戏一样 所以外界不免就会疑虑说 证交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是不是就像是一个赌场 坐庄然后大家来玩呢 我想基本上不是这个样子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果关系 证券市场所为何事 就是帮助我们的老百姓 帮助我们投资大众来赚钱 问题是怎么赚钱 资本市场它的目的就是 流通证券活络经济 那问题是如何流通如何活络 基本上大概有三个要素 是值得大家来考虑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今天社会上有很多的游资 是 它假设有一个正常的投资管道 对投资大众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第一个 如何交易的资讯要透明 对 让社会大众了解 哪里有好的标的 哪里有好的这些投资的机会 正确市场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方 交易资讯要透明 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每个公司 它本身的财务透明 它重大讯息的揭露等等 交易资讯要透明第一点 第二点交易机制要公正 今天这个游戏规则 这个市场的运作机制 我们最近金管会做了很多的 一些性格措施 让这个市场的交易机制更公正 更尊重市场 更尊重投资者自己的决定 就像当冲 像平盘下资源商可以买卖 像诸如此类 像我们交易戳合的秒数 把它缩短 这些都是交易的机制 交易机制更公正 我想要请问一下李董事长 就是现在开放献股当冲 那就是你有建议 就是投资人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 这个当然 我刚才讲来讲去 投资者他为什么要投资 他总是希望以自由的资金 获取一些知识 对不对 不管是赚短期买卖 赚那个capital gain赚差价 还是长期持有到年底 来分配股息红利 所以你要不要当冲 完全看你自己 假定你早上 我举个例子这样 假定你早上十点买的 你十点半发现情况不对 你是要卖呢 还是继续等到明天以后再讲呢 看你自己怎么决定嘛 以前是不可以当冲 那现在你当天可以做决定了 你的风险就可以控管了 假定你能认为 价差赚到了 我获利 这个了结 这个落袋为安 也是也可以 假定你认为 这个行情不对了 你要早点跑 对不对 那你就认赔杀出 那也不是件坏事情 是不是 就让你的风险 能够在你自己掌控之下 这就是当冲 所以这样一个机制 回到投资者自己做决定 本于你的风控 本于你的财务能力 我想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是 可是很多投资者 可能对于投资的知识 应该是没有那么的丰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努力 也希望投资大众 自己要自我提升你投资的能力 不是听小道消息 所以我们谈一个证券市场 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市场 一个是基本面 当然市场的讯息要非常清楚 国际的 国内的 对不对 甚至我刚刚所讲 我们通过各种的管道 来宣导市场的资讯 这个公司 这个上市上位公司 它本身的财务经营 重大讯息等等等 假定能够掌握多一点 那你做决定的时候 就比较安心一点 不然反过来讲 都是听一些有的没的 让你自己做决定 要亏了钱 你要怪政府 好像也没有太大道理 所以反过来 投资者一定要做足自己的功课 对市场的了解 对基本面的了解 甚至大一点 对不对 对国际金融的了解 这样子的话 作为你自己的投资决策 自己的做事 自己来抉择你的这个盈亏 我想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 是 怎么做功课呢 魏董 我想当然自己做是一个方法 当然也可以委托专业经理人 比如说买共同基金器 所谓的基金经理人 他帮我们来悬股 甚至说透过证券商 阅读一些资料 要自己收集一些资料 我想这个投资人的教育 这个我想是交易所也好 是券商也好 是必须要经常在推动的 让大家 因为商品在创新 市场一直在更新 所以这个投资人的教育 和投资人本身的这种 这种知识的提升 我想这个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我想问一下魏董事长 为了活动市场 券商也打出很多广告 像是权政 那这些策略感觉像是提供民众来投机 而非投资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证券市场里面 投资和投机都要有 有人是看多 有人是看空 那在发行市场上 刚刚董事长也提到了 就是说赚了券商的理财 看交易所来看 有很多新的上市的公司来 那他来的时候 那股东当然参与他 有可能是长期的 可是他在市场里面要活络 所以难免我们要设计一些商品 比如说以他为标的的这个权政 那你是看好他 你可以就买 或者是你看不好他 短期看好或短期看不好 我想这个都是在活络整个股市 很必要在交易市场里面的一些商品 我想这两者应该是用中性来看待的 这个市场才会比较健全的发展 是 刚刚在前面李董有提到说 我们要资本市场要国际化 那这个部分 其实魏董事长也提了很久了 就是台湾怎么样跟国际 可以做一个接轨 在资本市场国际化这边 台湾是不是还是牛步发展呢 我想如果是以外汇 刚刚同学们都提到很多外汇来看 那以台湾本土的券商来看 过去以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外汇的 所以我们都是只有做国内的生意 对 那从去年我们有修了所谓的国际金融 就所谓的Official Banking 由你的国际金融业务条例里面 把国内本土的证券商纳到里头了 成为它一个参与者 所以这个通过之后 就大家有听到所谓跨境的境外的 证券的业务 这个是去年度 我们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允许 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做这些外汇的跨境的 不管是商品的创新 或者是发行市场 过去我们如果一些台湾大的企业 到国际间去发债 可能我们都要透过国际的投资银行来 那以后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做了 那这个都是我业务国际化的一个范畴 除此之外 那现在政府也鼓励说要亚太布局 那所以证券商来讲 我们比如说以凯基为例 我们在香港 泰国 新加坡 我们都有设我们的证券商 或者期货商 那这个也是未来金融业 必须要走出去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有没有哪部分 是您在扩大布局的过程当中 遇到最大的问题呢 我想人才啊 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引进 本来我做本土的生意 现在我要做跨国的生意 那我们的人才是需要不断的训练提升 所以我想人才对我们来讲 是一直要很努力的去培养 去吸收的 是 谈到人才在座同学 台北大学联佑任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呢 我想请问一下叶教授 就是股本身的财务状况 其实是不太透明的 那在这种状况下 所承担的风险 你可以建议一下 投资大众有什么看法这样子 我就刚刚讲到国际化 有一个是走出去 一个是人才走进 不是人才合进 所有的这个金融国际化 让外人走进来 所以你看到我们F股也雷同 当然它是所有在海外上市的 所谓Foreign的概念F到台湾来上 这也是国际化的一部分 这相当重要 我想我们在证交所或贵买 或者是国家金融会所推的 很多的国际化的氛围 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 刚刚讲到的权政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 先进的金融市场的国家 不管是伦敦纽约 他们的权政是场数之多 历史成早之久 你看美国华尔街日报 打开看有多少的option and future 基本上都是 我在美国留学 十年在学财经的时候 那时候看的时候 但是很亚裔 台湾那时候是根本什么都没有 台湾现在你看到 你刚刚讲的好 这一万多党 但事实际上 我们还可以更进化更进步 这是国际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要引进外国人的眼光来投入我们 这很重要 因此F股也雷同这样子 我们让海外来台湾挂牌 对不对 可是当然在海外来台挂牌的时候 当然好的公司我们才选 我想他们在选择机制的时候 都是在财报上 都是有做所谓的实质审查的 当然你要它完全是透明 海外的公司完全透明 其实当然在难度上比较高 这是我的觉得 因为我们算是学界上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不管香港新加坡 他们用保健人制度 他们是负与他们很大的责任 当然台湾的承销部分 因为承销价的 拿取就是必收的不够 基本上 所以他们很多都喜欢 在这个价差里面去处理 是 刚才列教授提到承销商 其实承销商的角色 在这当中扮演非常重要 就请魏董这边 您在筛选这个F股回來 就是您在承销的过程当中 因为大家比较诟病的 就是说可能 捐商就把股票卖掉了 就股价就下来了 这是一般投资人一些看法 在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充的说 其实不只承销商 承销商会计师 还有律师 其实我们三方在选择这个 潜在的要来上市的客户 我认为我们非常严谨 那当然这个 我们要选好的标的之后 还要经过这个 台湾政经交易所的审查 这个程序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 已经非常稳定了 我想刚刚两位都提到了 这个基本上就跪在 它的这个资讯的透明度 资讯的揭露 所以实际上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看的就是很多资讯揭露 你的好的你的不好的 你事实上都要揭露出来 让投资人来做一个筛选 那当然 我们相较于别的交易所 我们是相对比较严格一点 这个我想有实际的例子 有的在香港 已经核准了 要回到台湾来 反而不那么容易上市 那即使是大陆的企业 透过F来台湾 其实他们在审查的过程里 虽然是不错的公司 很好的公司 可是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吃足了苦头 李董这么严格 是为了帮投资人把关 这个是一定的 我想证捐市场 尤其证捐交易所 它的基本责任 就是维持一个 优质的市场的环境 这当然方法有两部分 如何帮助企业来筹资 另外一方面 我要保护大众来投资 那这如何给他方便 这一方面要给他保障 要做很多的功课 基本上来讲 我先讲这一遍好了 如何帮助他来筹资 帮助他不是随便帮 要符合规定 他产品的研发 他的通路 他的产制 他的公司治理 他的财报 他的内控 社会责任 是不是符合 我们中华民国的标准 是 才可以过来 这个过程当然要靠 源头券商的辅导 会计师的查核 律师 法律顾问等等 这个他要做到一定的标准 才能够进来 是 那进来之后 筹集资金 他当然去扩大经营 让他产生更大的重效 就是一件事情 能够回馈他的股东 服务他的客户 照顾他的员工 达成他公司的 基本的一个目的 另外一方面 我要保护投资大众 我如何保护 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资讯要透明 今天公司的任何的动态 重大讯息 有没有及时揭露 他的财报 是不是适时的公布 他相关的一些讯息 是不是透过各种的机制 让社会大众知道 这个是必要做到的 他做到了 投资大众自己来选择 后面还有一系列的 客树的问题 权益保障的问题 投资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这就有一套机制 意思就是说 要保护投资人 这个保护也要一个合理的 一个规范 是不是 不管怎么讲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 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来讲 这个部分说真的 我们做的算是不错了 尤其投资人保护的机制 资讯揭露的机制 甚至目前我们也设立 公司治理中心 来规范这些事情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市场的经营环境做好 帮助他来投资 保护大众来投资 可是就F股或是之前的TDR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 对投资人来讲 财报不是很透明吗 这个部分证交所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有一个正向的发展 帮助投资人来了解 这个大家因为是F股 或是第二上市TDR了 大家比较特别关键 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国内的 上市上市加价1500多档 相关的任何公司 它说真的难免会有些状况 对不对 那如何尽早的发现 然后告知社会大众 同样道理 今天TDR它的远古可能在海外 那它的状况 是不是能够及时的 让我国内的人知道 这个就是要努力的 那我们如果透过 跟当地的监理机关 跟这个上市的公司 有一个一定的作业规范 它什么状况 要及时通报 及时揭露 这样一个机制 能够建构得更严密的话 那对投资者的保护 就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所以现在看起来 是还不够严密 所以才会衍生那些问题 基本上我们从很多量来看 基本上也不是那样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一个个案 把它无限的放大 事实上讲讲 我们现在TDR28档 这个F股32档 有60档 60档做平均值来看 它的殖利率 是大于我们基本的 对不对 它的股价都相对来是合 但是有一两股 过去有一段时间 有几个股 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大家当然比较关切 这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地方 吸取一些教训 吸取一些经验 看如何更精准的 让这个上市的公司 它财报的揭露 相关重大讯息的揭露 能够及时的 跟我们在原地 能够同步 让我们投资大众 做更好的选择 我想这个也是必须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努力 对投资人来讲 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惊神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帮投资人 来关心一下 没有错 所以说也是 这里也跟大家 投资到来分享 就是说今天投资 你的投资 尽量分散 你不能赚到一股 但一股当然 穿上问题 你可能就有这个亏大了 但是事实上 你有那么多股可以选择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当然我们证交所 会尽可能的促使 这个上市上规的公司 尽量财报的揭露 等等一系列 他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重点还是要回到 这个公司的本质 他的产品 有没有未来性 他的财务经营 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机制 所以你看最近 我们金管会 以及相关周边单位 推动IFAS 就是把他国际的财报 能够国际 这个共同的一个标准 共同的一个语言 来了解这个公司的状况 是 投资可以带动企业获利 企业获利赚了钱了之后 才可以帮民众加薪 但是在财政部 推出的财政健全方案当中 似乎对股市不是很友善 我们广告后 回来继续探讨 欢迎回到财经火线论坛节目现场 在这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在财政部推出的财政健全方案当中 其实掌声还蛮多的 虚声这次很难得的听到很少 但这部分我想先请教一下李董事长 在金融营业税的部分是 从2%调到5% 其实是回到海啸前的一个水准 但其实加税对老百姓来说 反正不是加在我身上 加在金融业身上 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可是如果说 把拉到视野来看的话 其实金融业它需要的 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政策开放 把市场做大呢 对 我想这个是一定 一个政策的规划 它一定是动态管理的概念 过去的环境 所以过去的做法 现在的环境 现在的做法 最近我们财政部提出 财政健全方案 就我个人来看 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度来看 我想我是值得肯定 跟也应该给予掌声 但是里面的细节 当然会影响到某一些产业 或是某一些群体 这样的应用配套措施 在它的方案里面 大部分我的了解 也都有一些配套了 所以看我们金管会也好 财政部也好 都觉得这个方向 应该是值得来推动 这是第一点 当然任何的改革的过程之中 最重要就是说 如何能够顾全局 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 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之下 大家认为金融营业 所以应该调整 当然从金融业来讲 这次是只有银行跟保险 当然他们会有一些看法 但是金管会 我想他们也讲得很清楚 他可以从很多地方 做一些必要的松绑 给金融服务业更多的商机 这样子的话两全其美 是我想不只是金融业 我想各行各业的新生都是一样 我们相较于20年前 大家想要看的是说 现在台湾的整个经营的环境 是更好吗 有更好吗 如果没有更好的情况下 你要加我的税 我当然是觉得 我要再把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再把这些什么优惠取消 其实对民众就有实质的影响了 魏董您认为在这个政策上面 对你们金融业来讲 会有一些绑手绑脚的情况吗 我想刚刚讲的营业税 部长刚刚有提到不含证券商 所以你们这一次散过了 那当然证券商这几年的 所谓的ROE就是 股东权益的报酬率来讲 是相较于别的行业是偏低的 如果跟国际来比较 台湾跟大陆 我们大概都是5%左右 以这个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大概都是15到20 甚至泰国去年当然有一些 政治上的困扰 可是它还是到了20%的ROE 其实都算是正常的 好 所以以证券商来讲 台湾的证券商是相对的 获利是差的 当然税幅的增加 一定会让我的经营成本增加 所以这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想去年以来 对证券商有很多开放的措施 不只是刚刚我提到的 外汇新种的业务 或者是一些交易上限制的松绑 以及人员兼任的放宽 这都是让我们要提高 我们的一些竞争能力 所以我们目前的状况 还希望更努力的 能够提高我们竞争能力 能够赚取更高的一些报酬 是 我想请教一下聂教授 这次的税改 有人说其实台湾的经济 还没有完全的复苏 在这一块对股市造成冲击 会不会进而对我们的经济 也造成冲击 OK 基本上你看到 现在最近的氛围是 美国来带动全部的景气 它原来6.5的失业率 或者是2%的通膨 其实它慢慢都已经走进了 这个水位也开始收QE 象征着全球景气稍微不错 当然现在是年初第一季 大家所看到的好像是不错 会不会有其他动荡不知道 但基本上 所有的研究单位都分析还不错 因此回归到比较好的基本面 之后做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非常合理 当然像证所 所以那时候推出的时候 或许游匙没有马上考虑到 景气当时在低迷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现在回归了 比较还不错的水位 然后做一点的调整 也就是刚才动态调整 我觉得相当是赞成 所以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有 这样的一个条件 去做这样的调整 我觉得现在讲的是很清楚 刚才我们的卫总长讲 证券业其实没有太多的获利 所以证券业排除在外 我们不要讲没有太多获利 就是比较不像 当去年也有所谓 证所税的影响都有 那么造成说 可能在证所税这边 我们就是证券业这边 可能还不是马上的把它 纳入范围 但是我们的银行保险纳入范围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最少我刚刚讲的 某些利多真的是给了 银行和保险业 魏董事长一旦赚钱了 缴税是应该的 是 是 李董事长我们看一下 刚刚你有提到说 投资是要长期持有 赚股息 有一块是这个 可是在这一次 我们这个方案当中 对于长期投资人 其实好像是拨了几成批 包括在投资税额减半的部分 还有在之前实施的 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的部分 其实都对长期投资人 不是很公平 你怎么看 对 但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不能说他错了 我刚刚一开始也讲 一个政策的规划 它一定是多元的考量 整体的规划 今天税只是所有成本之一 当然加了一点 当然会加重它的一些负担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社会的公平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是在想说今天 纯粹从租税的角度来看 财政的收入 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公平 激增的便捷 这四个都要考虑 但是在高点 国家的高度来看 它要看产业的均衡 对不对 贫富的均衡 对不对 社会的公寓 它又要看这个层次了 所以难免会做一些 必要的调整 在政府这边 也推出了一个创贵版 是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 年轻人创业 微型创业 因为在资本额 五千万以上 他不容易投资 李董事长这边 可以再多加说明 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非常赞成 也非常支持 这样子一个创贵的 制度的建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中华民国 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目前依照规定 上贵的是五千万以上的资本额 上市的是六亿以上的资本额 但是我们现在 将近有五十万家公司 资本额都在这个下面 他就没机会了 所以必须采取 分级管理的概念 不同的资本额 我给他不同的辅导方式 所以目前我们整个资本市场 大概又分了五级了 从最源头的群众募资 到创贵到新贵到上贵到上市 分成五级的管理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随着企业发展上的需要 从最源头 刚才讲群众募资 你根本还没有成立公司 你只有一个idea而已 你把你的idea po在网上面 大家觉得 有 不错 捐助你一点钱 那你就可以去经营了 可行吗 这个当然是 目前已经很多了 我想可以去网站看一下 已经有很多很成功的案例了 他是把它的发想 po出来 大家觉得不错 捐你一个1000 捐你一个3000 成立一下小公司 是 那成立之后 他就可以到一定的阶段了 他就可以到创贵去了 你有50万的资本额 有100万的资本额 假定很好的话 你有很好的理念 很好的经营机制 财报又愿意透明 那我们这个贵买中心 会给你公设的免费的辅导 让你能够长大 是 那这个时候 某个程度用私募的概念 可以让你一下子增资1500万 跟社会来私募的概念 那你刚才讲 你就100万的资本额 透过这样一个创贵 就变成1600万的资本额了 你就长得很快了 是 一次两次 你就可以到5000万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帮助很多有创意 没公司的也可以进来 小公司的 透过抽金变成大公司 所以一层一层就上来了 那这样子就刚才所讲的 就帮助了很多新创的 这个小公司 能够很快速的长大 但是这个长大过程之中 它要符合刚才所讲的 公司自律的规范 财报透明的机制 内机内控的作业等等 都符合后续到 上轨上市的一些标准 这样子的话 就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成长 所以听起来很像是 跟全民筹资一起来拼经济 魏董 你怎么看创贵版 这次有19家登陆 其实都蛮有创意的 而且也都接受政府的一些辅导 比如说有的可能是文化部 有关文创的 有的可能是内政部 有关社会企业的 所以这 那创贵的角色 针对创贵版是义务在辅导 包括会期事业有几家 也是义务在辅导 那这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创意 和创新在 比如说有一家社会的企业 它是接送这些残障的 或者是老人到任何的地方 它这样子的概念社会企业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 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 能够让它有去经营 能够资金不亦匮乏 它就在这个创贵版上面 把它登陆上去 然后它的资讯就要公开 然后有兴趣的人就可以来参与它 如果规模慢慢逐渐大了 到了可以到新贵了 它自然就到新贵去了 接下来可以上贵上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 一个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产业链 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要鼓励年轻人 假设有创业的想法 那你有你的这个脑力 你需要资本 那可以来这个市场里寻求资源 是 其实在座的同学 都是在大学研究 证券研究 其实你们已经比其他的同学 更早进入这个资本市场去了解 我想先了解一下 你们都是拿自己的钱去投资 还是都只是虚拟的 都是用自己的钱吗 都是用自己的钱投资 目前都是赚的还是赔的 有赚钱的举手 有赚钱的 都没有赚钱 你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赚钱 所以其实在这个投资理财 这条路上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聂教授 你长期在学校里面 刚刚魏董跟李董提到的这个创�板 是帮助年轻人去创业 年轻人去投资理财 买股票买基金 跟他实质去创业 带动台湾实质经济的发展 你怎么看这当中的一些权衡 我先讲两回事 第一个是创櫃板 这个我也非常支持 尤其年轻人 把他训练成一种财务人 将来对国家社会 是有帮助的 我过去也就是 是当中的这个政研社的指导老师 其实我所知道的 他们大部分是请人来演讲 学习 我很鼓励是在那个时候去接触财经人 多知道财经知识 辛辣到你自己身体里面 富有你的财经的本分 财经的专业之后才开始动作 如果当然你现在开始 你刚刚讲的 说你现在是用实质的钱去 就开始实战了 那我就会比较担忧 因为还是大学生 虽然早期的时候 在交大有一群 曾经当时的政研社 就是在股市景气好之后 狂奔的时候 那些人后来变成了股市高手 也赚到钱 可是时代不一样 现在讲到比较回归 我认为是比较随的 平衡变 均衡有涨有跌 这时候你要成为股市的专家 或者能能稳超顺算的话 第一个自己的财经专业 要先训练 也就是现在大学生而已 据我所知 也很多都不是我们财经系的 他连那个基本的财经课程 都没修过 我想再做的也可能都不是财经系的 那这样子的话 请问你要用什么样实力说 一开始我就要去实战 你就是看那个绿色红色盘吗 也不是 你连那个公司有没有获利 可能你都没办法去看得很清楚 就是听到在股市里面的一些人 耳语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很不赞成你用钱就直接投入 否则的话 你就被那些专家就牵着走了 那这是我的想法 是 台湾景气要复说 让民众有感 最需要重视的事情 及急迫要去做的事情 是什么我想请三位先做一个捷御 我先请李董事长 我想基本上讲 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今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如何透过金融的一些资源 金融的一些策略 帮助实体的经济 因为每天所做的都实体经济 生产消费 这些实体的东西 它后面所需要的就是 资金的一些配置 所以我常常讲 人流 物流 资讯流 万流 会归 金融流 我今天在证交所服务 那我也是金融服务总会的理事长 那我们就必须结合 我们所有的金融资源 从银行 保险 证券 取货 投信 这些资源 如何来支应实体的经济发展 让企业筹集资金 融资 甚至个人理财这方面的服务 能够提升 但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政策的规划 它一定是动态的 像最近这次我们财政健全方案 我刚才讲是 基本上我们是非常认同 也很肯定 只是它有些地方 也需要社会大众 能够多了解 给予支持 是 魏董呢 是 我想证券市场 资本市场 绝对是对经济发展 是有它近年的贡献 那这个市场当然是很健全的 所谓健全就是说它是透明的 它充满了完整的市场的机制 所以当然你对年轻人来讲 你不管是你的专业的发挥 或者是你要创新 你要创业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市场 但是是一个机会 同时也是挑战 甚至有风险 那这个是跑不掉的 所以当你要接触这个市场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要准备好 你能够应付该可能产生的一些挑战 甚至于风险 那你即使是创业家 你把它做成了 我们看到脸书有太多 这个让人家追梦 而逐梦成功的例子 电影也在演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年轻人 追求梦想很重要的一个场合之一 但是要很审慎的去评估自己 以及对市场能够接受的程度 谢谢 李教授 我想从宏观的来看 一个企业的经营他需要资金 可是他有时候募资无门 那么一样的 从个体围观来看 人他要做投资 可是他有很多资讯不同 不知道如何投资的时候 刚好国家单位 有很多金融相关单位 像证交所 就扮演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当然就是要扶持 让这些企业机构 能够成功的募到资 便利的募到资 那么这个投资人能够 在资源比较透明之下 能够被保护之下 找到好的公司 然后创造他更多的获利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个整个架构 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好 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从投资人 就是各位学生的未来来着想 我觉得很清楚的就是 一定要自己多做功课 把自己财经专业弄得很扎实 然后下一步当然就是 真的投入了市场以后 当然在投的时候 有很多基本面 技术面的分析 这能学就学 技术面的分析 是比较拿过去的资料 但基本面分析 就是现实的资料 这时候你就会看 这公司到底会涨会跌 是不是真的会获利 而且是看未来会不会获利 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了 那一旦你把这个钱 投入了会获利的公司 这公司赚了钱 他就给你 你也赚了钱 这时候相辅相成 就大家都起来了 国家的经济就带动起来了 相反的 你就看到那些不好的公司 当然可能大家不投以亲来 他可能就下事下跪 我们就是乘着 就是我们好的 获利的公司就会留着 不好就被淘汰 我觉得这可能国家机制 就是在这样一个竞争机制之下 国家也就会生存得很好 经济会很好 当然这时候 各位同学 这样能够赚钱机会 也就大增了 是同学 都是我们未来的栋梁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带来这么精辟的见解 谢谢六位同学的参与 更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财经火线论坛 我们下周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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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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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